诗篇第105篇 你们要称颂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 你们要向他歌唱,歌颂他,讲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 你们要以他的圣名夸耀,愿寻求耶和华的人都心里欢喜 你们要追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常常寻求他的面 纪念他所做的奇事,他的神迹和他口里的叛词 他仆人亚伯拉罕的后裔,他所拣选的人雅各的子孙 他是耶和华我们的神,他的叛词充满全地 他永远纪念他的约,他纪念他所吩咐的话直到千代 就是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向以撒所起的事 他把这约向雅各定为律例,向以色列坚立为永远的约 说,我必把迦南地赐给你们,做你们产业的份 那时他们人数不多,实在很少 而且是在那地寄居的 他们从这帮漂流到那帮 从这国漂流到另一国 他不容任何人欺压他们 为了他们的缘故,他曾指责君王说 不可伤害我的受高者 也不可恶待我的先知 他命令饥荒临到那地 断绝了一切粮食的供应 在他们之前,他拆遣一个人去 就是被卖为奴的约瑟 人用脚疗弄伤他的脚 他的景象被铁链锁着 直到他的话应验 耶和华的话为他证实的时候 王就派人去释放他 统治众民地把他释放了 王立他执掌朝政 管理王一切所有的 使他可以随意捆绑王的权臣 把智慧教导王的长老 后来以色列到了埃及 雅各在韩帝寄居 耶和华使他的子民生育众多 使他们比他们的敌人更强盛 他改变敌人的心去憎恨他的子民 用诡诈带他的众仆人 他拆拍了他的仆人摩西 和他拣选的亚伦 他们在敌人中间施行他的神迹 在韩帝显明他的歧视 他命黑暗降下 使纳蒂黑暗 他的话是不能违背的 他使埃及的水都变成血 使他们的鱼都死掉 在他们的地上 以及君王的内侍 青蛙多多滋生 他一发命令 苍蝇就成群而来 并且狮子进入他们的四境 他给他们降下冰雹为雨 又在他们的地上降下火焰 他击打他们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 又毁坏他们境内的树木 他一发命令 蝗虫就来 诈蒙也来 多得无法数算 吃尽了他们地上的一切植物 吃光了他们土地的出产 他击杀了他们境内所有的长子 就是他们强壮的时候所生的投生子 他领自己的子民带着金银出来 他们众师派中没有一个畏缩的 他们出来的时候 埃及人很欢喜 因为埃及人都惧怕他们 他展开云彩做遮盖 夜间有火光照 他们一求 他就使鞍唇飞来 并且用天上的粮食使他们饱足 他裂开盘时 水就涌流出来 在干旱之处 水流成河 因为他纪念 他向自己的仆人亚伯拉罕应许的圣言 他带领自己的子民欢欢乐乐出来 带领自己的选民欢呼着出来 他把多国的地图赐给他们 他们就承受众民劳碌的成果 为要使他们谨守他的律力 遵守他的律法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